各位朋友,我們繼續講《紫上談兵》這個故事 上一集講到趙孝成王決定用趙括代替心謀遠慮的老將廉坡去大戰巡國 元老級大臣倫雙魚和趙括的媽媽都反對這個決定 趙括只是懂得理論,根本是不懂得實戰的人 他們決定親自跟趙孝成王說 一個是得高望重大臣,另一個是趙括媽媽 正常如果兒子是聰明的,媽媽怎麼會阻止他呢? 而論雙魚也是一個老承持重的大臣 當然他跟廉坡是朋友,但他不會因為朋友的關係 而將這個關係高於國家利益 如果趙括適合時,他沒有理由反對 我們看看廉坡如何勸孝成王 廉坡當時已經年紀比較老邁,身體有病 他身體差得要人扶著他去見孝成王 他跟成王說,如果大王用趙括遺詳是萬萬不可的 就像是用一條很粗的木去彈奏 去撥膝或琴,即是一些很小的樂器 即是古琴或古增 你沒有理由用很粗的木去彈奏 都是用很幼的木去彈奏 或者用手指彈奏 即是說,這個物件根本不適合在這個功能裡 他也說,趙括遺詳只會跟著他父親看兵書 根本不會打仗 如果真的派他去,一定是不時金鋪很糟糕的 你一定要聽我說 但孝成王聽不入耳 仍然不改他的命令 因為他為何會聽不入耳 他覺得論雙魚已經是老了 你跟連坡一樣都是很保守的 根本就是說,你們都不夠大膽 不夠冒險,不夠新派 你們已經過時了 所以論雙魚說什麼 孝成王聽不入耳 到了趙括媽媽去勸他 這次的說服力應該強一點 當然趙括媽媽還是比較老 所以孝成王也覺得 你當然不想兒子去戰場 到時他死了怎麼辦 可能是心裏面這樣想 但趙括媽媽又怎樣說呢 孝成王說 你真的不可以任用趙括為大將軍 孝子莫若武 他今次一定會出事 孝成王覺得很奇怪 為何你會這樣認為 英明明他英明神武 那些兵法囊囊上口 一表人才 智氣是好軟大又勇敢 連坡那些這麼老 這麼保守 我當然要任用一些青年才俊 那趙括媽媽怎樣說呢 他剛剛嫁給他爸爸趙車的時候 就見趙車雖然身為將領 但不會將俊綠和獎金 據為己有 一定是用來分給下屬和將士 而當時他養的人 差不多有幾百人 大王賞賜給他的財物 那些禮物和獎金 他都會分給下級的官吏 所以說他養了很多有能力的人 但可能他們的經濟倍率差 又有將士 亦都養了一些有志謀的人 一些下屬和將士都養了志謀的人 例如齊國的曼常溫 是養食客三千 他都養了一群知識分子 即是說 他知道一些有能力的人 他都去供給他們 讓他們有機會為國家效力 所以他一接到的命令 他一定是一心圍攻 不會為私利出發 亦都不會過問家裡的事 即是專心去為國家效力 但照顧剛剛做了這個大將 他就目中無人 非常之囂張 目空一切 指高氣揚 完全看不起其他人 而那些部下都不夠膽 抬頭正面地看他 而大王賞賜的金文玉伯 他都是巨為己 從來不會分給下屬 亦都不會分給有能力的人 他經常說 媽媽 如果你找到一些 價錢好的田地 田產 你馬上幫我買回來 所有事情都想著 巨懷己有 亦都希望是不斷增值的錢 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是 你都要適當地分給下屬 就不是全部以自我為中心 即是他所有立功 歸自己 到時有什麼獲就被人欺負 就是這樣的性格 就是很自私 很自我中心 所以趙庫媽媽說 他們兩父子雖然都是姓趙 但是兩個真的 志向的相差太遠 他爸爸就為國家一片中心 但他就完全為私利那方面打算 他爸爸在世的時候 都說他是紫上談兵 沒有真材實學 如果是派他的帶兵 趙國就有和 但趙和聽完之後 因為他聽說這些事情 都是和鄰雙如差不多 他把鄰雙如和趙庫媽媽 歸為一類 就是保守派 畏縮 即是不夠進取 所以他最後很冷淡地說 白母你還是回去休息一下 我已經決定了 寡人已經決定了 趙庫母親非常之失望 但他見他固執幾件都沒有辦法 但他最後對趙皇有一個請求 就說 大王如果今次趙庫 他說一些很不吉利的說話 就說 如果今次趙庫戰壞了 希望你不要累及我們家人 不要抄家 不要滅族 希望皇上你答應我 為何會有這樣的要求 以往有些大仗 前線打仗 可能失敗了 死鬼了 戰敗了 很多時候會株連自己家人 其實都很殘忍 論關我的事 有時打仗的事情 總有勝負 不是野贏 輸了可能會株連家人 殺在家裡 抄家 就是拿了家裡的財物 都很無辜 所以以前做大臣 不是那麼容易做 或者雖然可能 你家人是做大官 你爸爸做大官 可能是有權有勢 有財力 或者可以有關係 可以幫到你一把 可能在事業上 或者其他方面 但是 一遇到狐宣散 很容易就備受牽連 根本不關我的事 但可能 爸爸做錯事 滿門抄斬 我們聽過這樣的字眼 一家豬連 九族 豬十族 什麼掛萬策 這些全部都是 互相牽連 所以以前 政治可以是很恐怖 你可以很可愛 但你也可以很PK 結果 趙滑浩浩浩浩浩浩 率領二十萬大軍 要武揚威 非常威風 去到長平 接收了廉坡的兵馬 撤換了廉坡的長領 廢除了廉坡制定一系列的完整作戰戰略 亦都拆毀了兵 防禦的工程 他打算全力出擊 他命令全體仗士作好準備 隨時出擊 他現在就很威風 但究竟趙滑的下場是怎樣 不過 聖水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情況是怎樣 但趙滑會不會有幸運之勢的眷固 扭轉乾坤可以一戰功成呢 我們下集再說